一群小企鹅在冰层上行走 其中一只跑最快 冲在最前面 谁知道下一秒 冰层直接裂开 企鹅群吓坏了 直接大转弯 脱队的小企鹅 这时才惊觉不对劲 有网友在南极科学研究中心 麦可莫多站 拍下这段企鹅逃命片 画面相当惊险 眼见冰层恐怕飘出海 小企鹅奋力狂奔 还差点大摔跤 一个惊险亮呛 小企鹅终于跳回原本的冰层 跟同伴团聚 虽然让拍摄者松了一口气 但冰层持续溶解锻炼 也显示出地球暖化的压力 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 最新研究报告指出 2015年到2021年 是全球气温最高的连续七年 其中去年2021年 则是19世纪以来 气温第五高的一年 2021年欧洲出现史上最热夏天 地中海等地遭受热浪侵袭 北美更出现史无前例高温 尽管2021年是反射一年 照理说会有自然的冷却效应 但气温依旧升高 温室气体浓度持续上升 若地球持续升温 海平面升高 加上极端气候加剧 届时不止生物 人类生存也将面临威胁 三地新闻承怀报道